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北风网和朴城web俱乐部为他提供的JavaScript视频教程 我是竹江老师李延辉 今天我们来看第26章事件绑定及深路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的讲一下事件绑定的机制 那么学习要点呢 有四个 第一点呢 先回顾一下传统事件绑定所带来的一些问题 然后第二第三 我们了解一下W3C和IE的事件绑定 最后呢 我们要了解一下事件对象的一些绑定之后的一些其他的补充 好 那么首先先看一下序 事件绑定呢 它分为两种 一种是传统事件绑定 还有一种呢 是要叫做现在事件绑定 那么传统事件绑定呢 有两种模型 一种叫做内联模型 直接在元素上面 让事件作为什么 属性进行绑定 第二种呢 叫做脚本模型 就是在我们的JS文件 通过获取到它的DUM的元素 然后实施它的绑定 对吧 那么还有种 是DUM2级的模型 就是我们的现代绑定机制 那么W3C和IE呢 都具有现代绑定机制 好 现代绑定机制呢 在传统上 它提供了更强大 更方便的功能 那么传统绑定的一些问题 内联模型呢 我们就不去讨论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已经是违反了一些原则 那我们先从传统的脚本模型来看 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先写一个简单的传统脚本模型的绑定机制 好 先从上一节课呢 上一章呢 我们复制一个DEMO过来 粘贴 打开 去掉 在这里呢 我们把它去掉 事件绑定及深入 在这里我写一个window 其实window.onload也是一个事件绑定 对吧 好 那我们先探讨的是 这个里面的吧 box 好 先写了一个drv drv里面有段文本 我们首先呢 先获脚本绑定的话 就是先获取到它的元素对象 然后呢 我点上一个on 首先是个前缀 是个事件前缀 然后一个事件名 点击事件 就是onclick 等于function 然后呢 再写个立名函数 好 这样就绑定了 怎么绑定的 首先获取的是元素的对象 然后呢 事件绑 事件这个 处理函数 然后绑定了这个元素 然后这个叫做点击 我点击了这个元素上的话 我就会执行一个什么 执行一个函数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就叫做传统事件绑定 我在所有的浏览器 三款主流浏览器 先把它打开 嗯 打开 好 打开之后呢 我刷新一下 它是onclick 当然是点击 我点击这个 DIV 它就会出现这个例 那这就是最最基本的一个绑定机制 传统绑定 好 那么现在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第一个问题 传统绑定的第一个问题 一个事件处理函数 触发两次事件 好 触发两次事件 好 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 window.onload 它本身也是个绑定 我们就拿它做例子 那我写两个 一个是window.onload window.onload 再写 好 第一个window.onload 我让它怎么样 网页所有文档全部加载完之后 我再执行里面的发行 对吧 好 但是不好意思的地方是 我又写了一个window.onload 之前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对吧 好 为什么会写两个window.onload 原是这样子的 这边把原因说一下 不然的话 不知道为什么要写两个 好 如果 一个页面有多个 两个或多个js 并且 并且 第一个js是第一个程序员的开发的 第二个js是第二个程序员开发的 好 那么问题就来了 第一个程序员开发的时候 他这里面他当然会写onload 因为他要等所有加载完毕之后 我再执行 那么第二个人 因为分工 你写两遍 因为分工 他第二个他也要等待全部加载完 所以他做他的 你做你的 这样就导致你也有window.onload 我也有window.onload 被覆盖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被覆盖掉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这就是传统绑定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 我们还是可以解决的 来看 我把这个全部复制到上面去 好 然后我再把它拿下来 怎么解决呢 那我先要研究一下 第一个window.onload 先不去执行 它存不存在 那在这里 注意看 我先打印出window.onload 当然 刷新一下 这边是untify 这个是这个火 旧版的火狐浏览 其实是untify 新版的就是object 这边写一下 那么在谷歌是个num re也是个num num其实也是object 对吧 这个为了表明我是错误的 可能我刚才说错了 我用新版的打开 再来看一下 好 也是num 对吧 也是num 对的 那么因为一开始 你还没有这个时间绑定 那就是window.onload 但是 好 一开始没有注册 window.onload 那么就是 那 好 我再把它注册掉 但是我现在呢 我放到中间去 也就是说这个window.onload 已经有一个了 我再看看是多少 刷新一下 它是一个函数 对吧 有东西了 是一个函数 是一个函数 好 如果已经有 如果已经有 window 那么会打印函数 会打印函数 好 就是这个 好 把它再放上去 好 再来 我这边再打开旧版的 因为新版的兼容性太好了 所以呢 很多东西错误发现不了 又旧版的可以发现很多错误 好 然后再来 再把这两个复制过来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那么还有一个方法 可以检测 检测什么呢 我检测它的type of 刚才不是num吗 对吧 type of 什么呢 叫做window.onload 在一开始没有的时候 它是undify 这个时候是object了 新版的也是object 这边要写下 一开始没有什么呢 window.onload 旧版破壶 就是3.6.8的 对吧 显示undify的 新版显示object 新版显示object 而且谷歌和r1浏览器也是object 谷歌和r1浏览器也是object 是吧 也是object 好 那么 这样子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判别了 一个是undify 一个是object object 这样就不太好了 那怎么办呢 我一般来说 要把我们一般来说 要把它放到下面 再去执行一下 如果有的情况下 再来看一下什么情况 是function function 好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有的时候 大家就统一了 如果有window.onload 所有浏览器都会显示function 所以呢 你如果要判断这个window.onload的话 你不能用 用这个undify和object去判断 因为所有浏览器 浏览器不一样 那么你如果在 如果判断它有的话 所有浏览器都是function 好了 我再把它放上去 这个给大家自己去做参考 我再把它弄下来 那我现在的话就会这么写 我在他们的中间写这么一句话 如果号window.onload 如果是他们的typeoff 等于等于function 说明你有了 对吧 等于等于function的时候呢 我怎么办 我把他的这个window.onload呢 保存下来 写一个save 等于保存上一个 事件对象 那么直接就是save的 等于window.onload 其实就是上面一个window.onload 对吧 好 保存下来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啊 这样就能执行了吗 我们看一下 还是只能执行一下 对吧 那怎么办 好 我在这里呢 来一个save的括号就可以了 好 这个叫做什么呢 执行上一个事件 好 这边呢 是执行 怎么跑这边来了 好 这边呢 叫做 执行本事件 执行本事件 好 那我这边再刷新一下 第一个是例 第二个是miss的例 为什么能执行两次呢 好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什么意思 好 大家来看 这边写个注释 save的 就是window.onload 好 save的括号 相当于 window.onload括号 但是 window.onload括号 不能执行的 所以 所以 所以这个save的 加括号 其实就相当于 window.onload 后面这个函数 对吧 我们知道函数执行的话 只要给它后面 加个原括号 就行了 这大家都知道了 只要加个原括号 就行了 所以呢 save的括号 相当于 window.onload 等于 faction 括号 就这个意思 就去执行它的意思 好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执行一下它 好 就要执行一下它 写到这边 最后呢 两个都执行了 明白了吧 好 那么就是说 这个问题 我们就解决了 解决覆盖的问题 好 第二个问题 事件切换器 事件切换器呢 我们先这么写 window.onload 等于faction 然后呢 我把这一块呢 我做个css stale type text css stale 先写个red 长度100 高度100 背景颜色 红颜色 然后再写个blue 长度100 高度100 background blue 好了 那么一开始 默认情况下 我给它一个red 试试看 red 对吧 好 我点击一下 变成蓝的 我再点击一下 再变成红的 我再点击一下 变成蓝的 就是来回切换 那么这个效果怎么做 首先第一步 box vr box 等于 document 点get element by id 和号 box 然后呢 box 点onclick 等于 function 和号 box 点上 直接用this 就可以了 因为你用事件 用点onclick的话 里面的包含的this 就代表这个box 然后它的class name 等于blue 好 这个叫做一级切换 我们试试看 我点一下切换过来 我再点就没用了 对吧 因为只能切换一次 好 那我想让它来回切换的话 你要写两个函数 第一个呢 叫to red 第二个呢 叫做to blue 好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this 点上class name 等于to 等于red 就行了 下面这个呢 等于blue就行了 然后呢 你把这个呢 就是让它先执行到to blue就行了 这样也是可以的吧 直接to blue 这边的this 就代表的box 如果是全局范围执行 这个to to blue 这边this表示 window 写下 如果to blue 绑定了box 点onclick 里面的this 代表box 如果是 全局执行 那么 this表示window 好 对大家自己理解一下 好 然后呢 这样子的话 其实可以 还是一次切换 然后再点就切不回来了 那么 怎么办 你这边是to blue 付给box onclick的 然后你执行到它的时候呢 我应该把to red 再付给它 不是就行了吗 好 那么这边就这么写 this.onclick 等于to red 好 然后呢 你onclick 你执行了它 然后把这个to red 又付给了onclick 然后第二次点的话 就会执行to blue to red 然后就跳到这边来 那跳到这边来 我又想跳回去 那怎么办呢 this.onclick 等于to blue 好 试试看 刷新一下 现在可以来回切换了吧 红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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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其他的呢 红蓝 红蓝 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一个用传统 传统绑定机制 做的世界切换器 好了 那么现在它的问题 是在哪里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如果想增加一个 增加一个事件函数的话 那么就会被覆盖 其实跟第一个问题是一样的 好 我们来看 比如说我想在它前面增加一个box 点onclick 我还想再执行一个 比如说我执行的就是 被覆盖了 立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点一下 先弹个窗 然后它就变色 我再点一下 再弹个窗 再变色 我再点一下弹个窗 变色 是这么一个效果 所以我点一下 它根本就不弹窗 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这个onclick 把前面这个onclick 给怎么样 给取代掉了 对吧 给覆盖掉了 所以就应该用这个方法 对吧 用这个方法 但这个方法也不好用 你这边还要不停的写 是吧 所以我们暂时先不写 好 第一个问题 覆盖 被覆盖了 其实解决方法上面已经有了 对吧 这个我们就先不解决了 好 第二个问题 如果你想解决覆盖问题 你可以把它包含到一起去执行 但是这样的可读性就比较差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 我想执行下面的alert例 那我用另外一种方法 就faction 我先去执行这个例 然后呢 我再去执行tube blue 那你执行tube blue的话 你就要写括号了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不是直接复制给它的 而是通过匿名函数执行的 你必须这么写 这样子的话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试试看 例出来了 没有变色 为什么没有变色 好 这边呢 你要注意一个问题 你这个时候的this是代表什么 刷新一下 好 表示的是window 注意一个问题 这边看 这边写一下 通过匿名函数 执行某一个函数 那么里面的this 就代表的window 也就是说 你直接用这种方式去执行它的话 这个里面的this 就没有办法表示box了 对吧 因为你之前是直接的tube blue 这个里面的 这样子的话 这个this表示box 而你现在是通过匿名函数 而匿名函数 才会表示box 而这个里面的函数 已经跳出去了 作用域已经跳出去了 所以 你要怎么办呢 那么 可以使用 我们这边再来看 再来一句 再来一句 可以通过call 来传递this 因为匿名函数 是可以包含this的 所以我直接点上一个call 里面写个this 这个this就传过去了 好 这个this就传过去了 再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点一下 里 诶 变了吧 来回可以变了 对了 可以变了 OK 那么也就是说 通过call this 是可以传过来的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 只能执行第一次 第二次又被覆盖了 为什么又被覆盖了呢 你这一块是执行了它 但是它跳转的blue blue的onclick呢 又把它覆盖掉了 这边写 这里的onclick 又把alert力 覆盖掉了 又把alert力给覆盖掉了 所以这个力呢 只执行了一次 确定 然后呢 又不执行了 是吧 又是一个问题 好了 那么就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覆盖问题 覆盖问题 我们解决掉了 第二个问题呢 可读性问题 你这么写 可读性很差 对吧 第三个问题 this传递问题 可以通过点call this 可以传递 好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toalert 只执行了一次 是吧 好 那么通过以上 我们解决和未解决的方法 我们要写一个函数 来解决上面的问题 好 这个函数怎么写呢 我先写这么一个函数 叫做 添加事件函数 function add event 号 这个里面呢 要传三个参数 一个是object 一个是type 一个是fn 好 这个三个参数 代表什么意思呢 object相当于 window type 相当于 type 不是 是吧 type相当于onload 对吧 好 fn 相当于 faction 另一面函数 对吧 那么最后就变成 window onload faction 对吧 好 然后呢 先传过来 传过来的话 就跟刚才一样 saved 好 这边呢 我刚刚想到一个问题 我把刚才那个一段 再拿过来 什么问题呢 保存的问题 其实刚才这一段呢 有一个小问题的 这边我全部去掉吧 第一个 然后保存到这里面 然后先执行第一个 再执行第二个 是吧 好 如果第一个没有呢 你这段不是架空了吗 就出错了 所以呢 这块我要加个判断 如果它存在的话 我再执行 好 这样子的话 这样的话就不会出错了 嗯 所以呢 这个我删掉 所以呢 我把这个笔记呢 改一下 这个地方呢 要做一个判断 如果括号 saved 存在的话 我再执行saved 好 那么这边再来 我先呢 怎么样啊 那 第二步 这个叫什么 用于 保存 上一个什么 上一个事件 下面一个 判断事件 是否存在 如果括号 type of window.onload 等于等于 function 对吧 然后呢 saved 就等于 window.onload 那么下面 我怎么调用它呢 调用的话 就add event 括号 window. 这边直接写 onload吗 写onload也是可以的 那看你怎么写 但是我们约定俗成 前面是前缀嘛 我就写事件名就行了 对吧 就这么写 比较好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写个function 例 好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你就要改了 这边window呢 就改到obj 是吧 这边呢 改到obj 那这个地方呢 怎么写呢 直接写type吗 那不行 你要先写个on 然后再加上一个type 是吧 那这个到底怎么执行呢 好 那么讲到这边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东西 我们都知道 对象操作 可以使用 速度操作 来完成 什么意思呢 window.onload 我们去执行一下 这样是可以的 我们试试看 可以的吧 好 但是呢 我们可不可以用速度的方式呢 这样可不可以 可以的 对吧 好 所以呢 你可以这么写 window.onload 相当于 window 中国号 onload 单引号 是吧 好 放到最上面去 好 这边再把它解开来 既然我们知道这个的话 这个的话 我们就不用这个点了 我们就用这个 中国号 这个地方也是的 中国号 它需要一个前缀 再加上一个你的事件名 这样就可以了 最后呢 我让它执行 这个地方我写了注释 保存上一个事件 好 执行事件 执行事件的话 就obj 中国号 on 加上type 等于faction 好 等于faction之后呢 我先让它 先执行 fn fn就是后面的 这个 匿名函数 对吧 好 试试看能不能执行 发现能执行了 说明 这个第二个是可以执行到的 但是你写两个的话 mr.ly 他只能执行后面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 覆盖掉了 所以呢 我们这边是不是还少一句啊 如果 如果括号 save的 存在的话 我就去执行save的 执行上一个 是吧 执行上一个 ly mr.ly 好 那么这个函数写的用 写的用途呢 你还可以写第三个 miss missly 三个是不是都能执行呢 ly mr.ly mr.ly 对吧 好 都可以 那么这个函数呢 就写的非常的完善 相相对而言比较完善啊 复制一下 粘贴到就 好了 那么这个就去掉 那么用这个呢 我们再做一下事件切换器呢 我把事件切换器再拿过来 事件切换器在这里 参贴 我把这边的注释全部删了 好 事件切换器全部删了 那看看能不能切换 首先这个window点onload 你要切换掉 add event 括号 window点 load 点 function 括号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提到上面去 然后呢 box 这边也用add event 括号 box 点上click 点上谁啊 嗯 tube blue 先执行tube blue 是吧 先执行这个tube blue 刷新一下 不能点 为什么呢 你用这种方法 this是传不过去的 没有传递过去 好 this没有传递过去 所以呢 你要传递过去this的话 你这个地方就要用call 把this还要传递过去 因为没有用点onclick传统 点onclick传统 它会自动传 那我们现在要手工传 对吧 好 刷新一下 可以了 对吧 可以了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能不能 我们来看 下面这一块呢 也应该用add 这个event 所以呢 这个地方 调整一下 to read 可以吧 好 没有传统的 全部是我们自定义的 好 刷新一下 再来看 有点错误 这个地方呢 应该用this 刷新一下 没问题 对吧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刚才说 能不能再加一个呢 就是执行另外一个 看看能不能 就是说每次点击的时候 它还都能响应 而并不是只响应一次 或者一次都没响应 好 之前的话 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 会被覆盖 第二个呢 只能执行一次 是吧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 可以执行一次 然后也变了 我再点 第二次还是可以执行的 再点 第三次还是可以执行 OK 达到我们的目的了 目的达到 这边写下 达到 每次都执行 不影响 对吧 不影响 好了 那我就把它注视掉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我写的 我们写的这个自定义函数呢 其实是相当不完善 漏洞非常多的 对吧 好 那我们来看 什么问题 当我点击很多次之后 我不停的点 不停的点 不停的点 好 突然有天点不动了 好 整个浏览器卡死了 然后最后呢 它就爆出一个错误 叫太多的地归 这个错误 好 我这里写下 好 当不停的切换的时候 浏览器突然卡死 并且 报错 叫做太多的地归 什么原因造成呢 因为积累了太多的什么 实践 保存 积累了太多的保存的实践 那我们要怎么去解决它呢 好 解决方案 就是 用完的事件 就立刻移除掉 好 这就是解决的方案 我写到前面来吧 写到这边来 那么我们再点的时候 就点不动了 对吧 点不动了 整个浏览器卡住了 我要等一会 等一会呢 你看 刷新一下就没了 对吧 这个时候又能点了 当我点一会的时候呢 它又卡住了 对吧 这样网站就根本就不能用了 然后又报错 等会 报错了 报三个错误 对吧 好 那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写下面这一个 当你单击很多很多次切换之后呢 浏览器直接卡死 或弹出一个太多地归的错误 主要原因呢 每次切换事件的时候 它保存下来 没有把无用的移除 导致积累太多 最后卡死 所以呢 我们要写另外一个事件 这是什么 这是添加事件函数 我还要写一个叫做 移除事件函数 叫做 Function Remove Event RemoveEvent 按道理讲 应该传三个 Object Type 然后Fn 但这边呢 我们就用一种一刀切的做法 就是说 我把上面一个 不管你是哪一个 onclick点击事件 我全部移除掉 所以呢 我们这边呢 就这么写 就传两个就行了 所以在这边呢 在你添加一个新事件之前呢 我把旧事件全部删掉 但是这个一刀切的话 就会删除一些无辜的用户 不是 无辜的事件 Event this 点上click 其实呢 应该就 应该把to red传过去 表示我只删除它 对吧 但是我现在呢 就为了简单起见 我就全部删掉 好 就不管3721 全部删掉 然后再添加 然后里面怎么删除呢 就说 如果你提交过来的 obj 中国号 on 加上type 存在的话 那我就把它删掉 删的话很简单 就是直接的设置为浪就行了 是吧 设置为浪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我不停的点 不停的点 看看它会不会卡死 我已经点了很久了 它都没有卡死 你看 我已经点了特别特别久了 它还是没有被卡死 说明 浏览机也很顺畅 也没有出现假死的状况 对吧 好了 移除掉了 但是呢 这个 remote event 这个移除呢 它有一些问题啊 刚才说了 是一刀切的删除 这样虽然解决了卡死和太多地归 但是其他的事件处理也一并删除了 最后可能得到你不想要的结果 比如说 我把这个再展开 刷新一下 第一次执行了 那后来就不执行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就被移除掉了 被误杀了 被误杀了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只删除指定的事件处理函数 那就需要便利查找 我这里就不做了 因为后面在项目中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处理方法 那么我们后面的第二第三点也有它自己的处理方法 好 那么再回到上面还有一个小知识点 就是说如果你用这个同样名称的函数进行事件处理的时候呢 第二次其实是应该忽略掉的 什么意思 我们再来看 我们在这个add下面写 我写一个小函数 叫init括号 我只要打印出这个例 然后呢 我这边写一下叫add event括号 window 然后呢 是load的方法 是load事件 然后呢 在这里不写匿名的了 因为每个匿名都是不一样的 我写个 直接写个函数名 它就是一样的了 好 我两个函数名同时写 好 按照道理是这样子的 第二次应该是失误造 失误 失误多注册了一个 好 应该是多注册 没有人 没有什么人 就是两次注册同样的 对吧 好 所以呢 你刷新一下 例 例 弹两次 对吧 点 又弹一次 OK 那么按道理 按道理讲 第二次应该把它屏蔽掉 那怎么屏蔽呢 我们需要把事件处理函数进行便利 如果有同样名称的事件 不添加即可 也就是说 在这里还要写一大堆 写什么一大堆呢 你把事件名 如果有事件名过来的话 你还要便利看 看看有没有相同的事件名 有 我们就不把它保存进去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里呢 我也不写了 我也不写了 这边就讲的很复杂的东西了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讲第一点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讲第二第三点 最后呢 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本课程适由北风网提供 爱北风.com 朴城web俱乐部 yc60.com 联合提供 本次组号是李延辉 我留见 yc60.com gmail.com的博客 hi 百度.com 李延辉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